当日高中,今年有两名三年级的学生, 夏宾主和王主山 在学习以外的第三载和希望计划定方式 来读出台湾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 夏宾主的替妈妈来正往来 也想要在学习帮助国庆的动力 在王主山和她的朋友是来做成交友团队 来跟朋友和孩子们合议 因为要做家政关系社会计划 让这两位高中生是提早成为大学生 也追到他们必来咯 这两位高水外派的女孩 是已经落出台湾到达高中学生 其中纪委王如玄 与有同一样理想的朋友做成团队 去变向她的孩子的演技 做这些活动之后呢 会希望说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 可以多研究关于语言还有文化 那甚至是教育这个部分 因为希望说可以在大学得到这些知识 然后将这些知识回来应用 在团队的脸书上面 可以看到王如玄和学朋友快乐最初的商品 因为这款的努力 让她到出秦华台下和交通台下的学习班 另外这位谢敏如 平常时就帮妈妈进往来 营充进出白酒的生活 所以那些种植你会吗 还是后续的 我国小就在里面工作 我的生活周遭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家 其实他们很多都是独居 然后我想要独农业经济的 就是独这个科系 最重要就是我希望以后可以 就是运用我的专业去回馈我的乡里 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回流 那今晚来讨历 谢敏如不讨历很好的身材 也讨过希望立刻 先为台湾台下诺经兵的核心 好好陷加专会 校友会 为人感觉真正好 我希望之后全村的人都认识我 全村的人都认识你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知道 就是我是帮大家 然后很多年轻人都是 因为我创造的机会 然后他们可以回来 希望未来就是可以带领团队 去成立一些像岛屿故事屋啊 就是之类的社会企业 那就是为孩子跟文化继续打拼 我也真的非常鼓励我们的同学 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 真的目标就可以达到 也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 多多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 相信自己 你一定达到目标的